各位現場的來賓 還有我們線上直播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ngel 今天我們所在的地方是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在今天的兩點 也就是經濟部會頒獲 我們《Buy in Power》 今年度的《Buy in Power》的頒獎典禮 在專頒獎典禮開始之前 我們會進行一個短短的三十分鐘的對盤 那我們今天的邀請到 三位非常重量級的嘉賓 來 我介紹一下 第一位是我想大家在社區非常熟悉的 請問的許多位書一政委 唐鳳 唐政委 第二位是我們的天使投資人 還有我們雷宇 資本的合夥人 黃世佳 學生 Jack Park 第三位是我們 哇 大家也是很熟悉的 我們設計的一個典範 胡同雲的資金帳兼創辦人 詹佑慧 詹小姐 Dephanie 太棒了 今天這三個都是我們的偶 也是我的偶像 是大家的長期都很熟悉的重量級人物 那節目開始之前 我想邀請同請鄭偉 今天獲選了我們在 國際數位 正在國際公共政策平台 世界前二十名最具影響力的數位人物 數位政府的人物 那我收到 我想今天的時間很短 只有三十分鐘的時間 前二十分鐘的時間 我會訪問一下這三位的來賓 那十分鐘 最後的十分鐘 我們可能會請大家 能夠現場來賓朋友們 或者是線上的朋友們 你們要提問的 歡迎大家 所以我們今天三十分鐘之間很簡短 但是很精彩 那首先呢 我們要請問 唐貢 唐正文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長期投資在社會企業 社會創新這一塊 那你也在今年的九月份 訪問了加拿大 談到了台灣的軟實力外交 那很多人都想要了解 什麼是台灣的軟實力外交 那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案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台灣的社會創新這一塊的 軟實力外交 有哪些案例跟經驗 好 很高興跟大家分享 我們現在是傳統上 在文化上 或者是在一些比較沒有那麼硬碰硬的地方 我們是叫軟實力Soft Power 那我們現在在加拿大的時候 是以我現在身上穿的 17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簡單來講 就是說以前呢 做所謂軟實力的時候 就是可能社會的文化的工作 是一個工作 環境保育的工作 是另外一個工作 經濟成長的工作 又是完全不同的工作 那這三股力量呢 比較少結合在一起 那聯合國在2015年有通過了 到現在到2030年中間 全世界的人都希望看到 世界變成什麼樣 等於好像放了幾百萬盞天燈 聯合國全部集合起來 變成169個具體的目標 跟17項的永續發展目標 所以它最後面的這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Triple Bottom Line 就是三重底線 我們做一件事情 是同時促進經濟的環境的 跟社會的永續 而不是好像大家 上半時間做一個 下半時間做一個 周末做一個 然後是有一點點狀的一個情況 我們要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這個就是永續發展目標的一個精神 那所以呢 我們在做永續發展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新的Branding 叫做暖實力 就是Warm Power 就是那這個底下就寫了 台灣Can Help 那台灣Can Help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解決我們自己的 永續發展目標相關的一些挑戰的時候 好比像說待會兒可能會提到 土地的再利用 土地再生 原住民族的一些藝術啊等等的 這些我們還結合起來 讓它變成有商業價值 這件事情的這個模式本身 不只是產品跟服務能夠外銷 是怎麼樣做好這一件事情的這個經驗 也可以跟朋友們分享 那好比像說加拿大其實也在處理 原住民的真相與和解 他們也在看說 怎麼跟原住民族可以好好相處 怎麼樣去學習原住民族的智慧 因為畢竟在我們講永續發展以前 其實原住民族早就有一套 像在台灣已經四五千年以上 跟這個環境的土地良好相處的一個方法 所以有時候呢 並不是說要去交 而是一起學習的這樣一個態度 那這個態度同時也是 永續發展目標一個重點 就是為了共同目標 然後做的這個夥伴關係 所以我想有一些具體案例 像我們跟紐西蘭一起去解決 在這個氣候變遷底下缺水啊 水資源的一些問題等等 或者說台灣有很多朋友 用所謂的空氣盒子 去自己做出了一個 我們叫做民生公共物聯網 就是大家知道彼此之間的這個 空氣的兩側的狀況 然後我們透過這個Pattern的分析 去在全世界的氣候科學裡面 做出貢獻等等 我想我們都有很多事 可以稍微Google一下 就可以在網路上找到 我就不在這邊多說 但是最重要的重點就是說 這個在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有個概念叫做Open Innovation 就是說我們做了一個創新之後 不是好像殖民一樣的去 要我們的友邦或者友好國家 非接受不可不接受的拉倒 而是說我們是用開放的方式 跟大家一起去進行創作 而不是變成好像一個套裝一樣的 小傳統的那種圓外的這個模式 所以我想政府本身 就包含我們外交部和國和會等等 都在往這個方向 就是開放式創新的方向去進行調整 大概先說明到這裡 是 剛剛提到的就是 我們台灣短實力的一個經驗的分享 第二個部分我想 剛剛大家也很清楚 一個開放式的一個創新的一個平台 現在目前政府在做的 接下來我們要訪問到我們的 在有多家的投資 也是天使基金的天使投資人 黃嘉寶先生 我想請教一下 你有多家的一個投資的這個企業標的物 那你是怎麼選擇這些標的物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你為什麼會選擇到 台灣的社會企業福同源 作為你的投資者 其實剛才聽了這個社會企業的發展 我們做投資的人 其實心裡面是蠻薄的 因為我們都在追求一種 快速5到7年的一個出場 是非常不永續發展的 所以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現在共享單車 這個完全是資本的堆棄出來 最後形成一個社會的大問題 所以坦白講 從風險投資的角度來說 過去跟社會企業的交集性質不大 但是這個物極必反 我發現現在很多好的企業 其實它也具備有社會企業的一個特性和價值 那也越來越多的人重視企業的這一塊 所謂的非金錢上面的影響力 我們叫影響力投資 所以坦白講 我當時是沒有很想投最早的時候 很有吸管 非常有吸管 好像50年到70年太久了 對對對 就前面幾十分鐘 Stephan一直在跟我們聊土地富裕 然後我都還沒聽到任何我想聽到 維修的問題 所以其實坦白講 這過程磨了相近一年多 後來是因為我自己沿路到台東 然後發現雖然這背後有很多這些 這個很好的這些理念 其實從這個其實誕生的時候 就已經貫注在裡頭 是這一件的理想性造成了 它公司很難一下子講清楚 它真正這個整個獲利模式 但實際上在商業模式上 我發現設計的還挺精妙 而且台灣有一個我覺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說其實民眾非常的認可這方面的價值 就包括以前看到像這個什麼環保塊 這些集資眾籌 我都很驚訝 這個量在有些地方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發現有這樣一個氣氛 跟台東這塊很好的土地 所以讓社會企業的創新變成有可能性 我認為這個不是常態 這個是一個應該算是 我覺得社會企業跟投資圈的一個交流的 一個序曲跟早期的階段 所以我也是報了這種來觀察 然後這個公共其盛的一個交流 也透過這個過程進化一下我自己 我覺得比較坦誠 一起做一些新場面 對對對 所以這個有獨特的眼光 對 目前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花磚影域 對 另外就是我提到台灣 我感覺好像特別缺乏 這樣的一個規模的一個投資 其實不只社會企業 很多的公司可能也受限於是 在台灣市場起步的關係 所以這個整個風險投資的氣氛應該帶起來 那如果有社會企業這個事情加成的話 其實我們有些原本不願意投資我們的金主 他們覺得投入這個他有一些社會意義 他就沒當著完全回報的心去加入這個基金 那就變成一個一個新的 新的這種社會企業基金的出席 可能就有機會發生 謝謝 謝謝 希望更多的投資者 能夠帶動社會企業的投資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最後反問一下我們這個 我們剛剛都知道 Stephan他是一個連續創業家 那想請教一下Stephan 你再一次的創新創業 在帶領副同源第一架社會企業走向國際 這樣子的一個案例的時候 你是怎麼運用你的商業模式 去解決到社會的問題 我這個問題可能等一下回答 我先回應政委跟那個 我第一次去年聽到政委主持在這邊的時候 這邊還蠻破爛的 我心裡想說是玩真的嗎 然後我們就藉由每次的開會 然後到19、10月的時候 真的整修好了 然後有開了很多的會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是接受到 這個足氣處在這邊的幫助 然後跟全家做了媒合 這就是B2G 就是我們跟政府之間就是有了連結 然後政府在幫我們做B2B 結合了這個全家很多大型的企業 然後國泰 然後再來就B2B再2C 然後經由這些創新創業 還是我們講說像全家這樣賣到消費者 還是到了那個企業裡面去 那我覺得說這是有計畫性的這樣的一個輔導 然後才有今天這個成果 然後過程裡面就是說 政委員採訪了我們的農場 去了解這個自然農法 我們在講說富裕土地是怎麼富裕的 是怎麼樣真的是零化學添加 我們怎麼做到的 怎麼樣把你的行物從田裡面種出來 然後關聯到我們的七座農 跟我們的這個生態的這個保育很重要 那為什麼要回應這件事情就是說 就像Jack他剛剛還使到我同學說 欸我要去裴早餐 他就很實際的說他看產品 他就講說這人怎麼都不關心 我們這個裡面是什麼 沒有感覺到社會企業的需求 不是只有那個我們講說Return 他們是天使之後你就要看Return 可是有時候Return不是五到七年 看得到的Profit 是你給這個地球 給這個生態給我們人類 留下來多少的Benefit 不能只看Profit 可是我覺得我很榮幸就是說 他在這個幾百案子投資裡面的話 少數我們被他投到的這個 應該講說是社會企業 那其實有很多不錯的這個社會新創的 這個企業的話沒有被發現 然後剛好我們很好的機緣 正在這邊輔助我們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到 這樣到這個Great Open之後 有更多的當地的國會議員 他就說你們的這個理念 就是我們正在做的 那BC省加拿大BC省是全世界最環保的地方 他甚至為了這個環保 他不讓那個油管經過他的土地 他寧可去海港那邊直接進口油 那在生態的富裕上面 好像跟他每一面是相同的 所以在整個原住民這邊 我們跟他共同種植他的原住民的藝術 他的圖騰 我們放在我們的包裝上面 然後進而就是說 除了理念之外 我們可以拒絕什麼 對我們土地跟人的傷害 所以在這個溝通過程 不只是跟我們的長官 還有我們的投資者 我們在強調說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不是只有Return 只有錢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說這個地球 被我們耗費這麼久之後 我們可以做哪一份心力 對土地核酸下一代 然後可以有增長跟進步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看到很多的 比我們更小的小農是很棒的 可是他沒有像我這樣發聲的管道 畢竟剛才方面說 我們是連續創業家 知道怎麼樣找到我們的客戶 所以剛才講說B2G 就是跟政府之間B2B這邊 我們的理念一直在 就是說讓大家知道 我們這個17項永續 我們做哪幾項 對碳排放 對於這個偏鄉土地 生態 我們做哪些事情 所以我在烏哥華 被政府幫我點醒 他說打開衣服 就是這17項 我們做了這5項 我沒有打開 這可以打開一下 對 這很重要 所以我有那種被你打醒的感覺 說欸對啊 我已經做了這麼多了 我應該讓大家知道說 他們也是做了這麼多了 可以這樣的舉例方式 而不是一再強調說 我天然我有機我怎麼樣 因為我們對生態的幫助是什麼 那我很難能可貴 就剛好遇到我的兩大貴人 他願意把錢放進來 可是不是那麼簡單的 他一開始我約見面 我要付錢 付3000塊他才願意出去 因為我要約見 因為我要約見他 我付了3000塊 我覺得說付出這個代價 是很不錯的 他給我的第一個觀念 第二個輔導 到我的企業裡面的slogan 要怎麼樣展現出來 為什麼是0% 他在跟我溝通的時候 我一直在講我純天然 我100%純天然 他說你就是零 你就是沒有 所以這個堅持沒有 堅持對抗零實化、零激感 然後零這個應該講說所有的傷害這樣子 那剛好在政委輔導 我們這段期間的話 聽那個演講很多次之後 我深深的感念到就是說 很多事情不是要看KPI的 是看我們的目標在哪裡 去把它達成 這是我跟政委接觸這邊 最大的跟公部門不同的地方 因為我們不是追求一個KPI 我們是追求一個目標 要怎麼把它達成 那這樣會比較實際一點 所以在不是KPI的壓迫之下 我們做的每一件事 就是都是雲雲眾生需要的 那也是就是說很多會說 為什麼你們被輔導的很多 我說並不是說我們被輔導很多 而是我們在這個聽演講的過程裡面 知道有哪一些資源 我們自己要下去努力的 那我這個就是對中企書 還有政委這個部門這邊的話 就很感恩 然後講了很多就是 創社會企業的理念就是說 你做這個除了你獲利之外 你可以做哪些事情是可以留下來的 不是用一個number來計算的 謝謝 那我想就是社會企業有它的使命 那在之前我們唐鳳龐這位在商組也提到了 社會企業它的使命 還有它的商機其實都是無限的 對 然後但是我們在這一期的商組又看到 這位提到撞身 剛剛那個David有提到 我們要不要請那個 這位跟我們介紹一下 他身上穿的這個 這代表了什麼樣子的衣服 這個撞身是真的 我們現在在那個社商中心的二樓 那大家如果去一樓的話 會看到我們中企書 還有很多法然相關的同樣 現在都穿著完全同一件衣服 所以這個撞身是確實的 那為什麼會撞身呢 原因就是說 我們這整個設計稿 其實都放在Github 就是一個完全開放的一個平台上 只要找台灣CanHelp 然後大概就可以找到這個稿子 那這十七個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 聯合國有續發展目標 如果稍微看一下的話 可以發現說 這十七個目標 它是很均勻的分佈在 不管是環境 社會 還是經濟的層面上 那這個就跟我們以前的想法 非常的不一樣 以前的想法是說 好像追求經濟成長 它勢必會造成一些環境上面 一些負面的影響 或者是說 如果這個經濟跟環境中間 有一些拉扯的話 那在社會上 也就會造成社會的一些騷動啊 不安等等 但如果我們專門去做社會的福利 救助 平權等等的話 好像又不一定賺得了錢 所以這三個好像在此之前 不會有一個說 我們可以同時三個都做 的這樣一種概念 所以社會創新的這個想法 就是說 以前大家覺得是零和的 就是說 這邊賺一定那邊虧的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創新的方法 把它變成對大家都有好處 那變成這樣子之後呢 其實從投資人的角度來看 它是比較安心的 因為當你有三個底線 或者你有17個底線的時候 大概不會每個都失敗了 意思就是說 你就算在某個部分 沒有達到當初的這個預期 至少在別的部分 如果沒有第一桶 其實至少第一群人 有了第一群人之後 有人一定是倡議者之後 其實這些朋友們會回過頭來 透過不是consumer 不是消費者的角度 而是partner 就是夥伴的角度 幫助大家去pivot 幫助大家去走轉嘛 去找到所謂的產品或服務 跟市場之間的透核 因為這等於是說 你的顧客不再只是顧客 而是有相同理念的盟友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想這個是顛覆了很多傳統上 所謂的customer relation 就是客戶關係的一個想法 但是這一切都是奠基在說 當時聯合國幫我們 就是全地球上面的幾百萬人 所有這些天燈 彼此之間打架的部分 都已經刪掉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這17項目這160個具體目標 不管你在做哪一個 對另外168個就只有好處 沒有壞處 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以前大家就是 各自唱各自的 但是很有可能就是互相抵銷 或者怎麼樣 但現在大家就比較知道說 你不管在做哪一個 聯合國經過兩三年的討論 現在就是說 從現在算起來到2030年 不管你在做哪一項 至少對其他的都沒有壞錯線 而且很可能會有好處 那這個就是最主要的 這個衣服的想法 大概在那裡 是的 對 好 那剛剛自我聽到 共好 共創架 我想這是大家的一個方向目標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前半段的時間 那接下來我們可能就開放給我們現場的朋友 所以有沒有想要請教我們三位來賓 或者是我們線上有沒有在看直播的朋友們 有什麼樣子的提問呢 那現場 我們先看他們的現場 好了 那現場的來賓有沒有想要針對我們今天所謂談論的話題 然後跟我們來賓做一個討論 這樣我來問個問題 是 就是說因為剛剛那個有聽到 包含指引長還有會員 還有有提到說社會企業的這一塊 那我也知道說其實福通淵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買福通淵的商品 那我覺得是很難得 它是從農田一直針得到食物用品 是完全自然 那剛剛有提到說有 就是包含說做到那種五項 那其實這樣成本一定是會比較高一點 那也想了解一下 就是說包含指引長這邊的話 是怎麼樣去跟客人溝通這一個 等於是溝通這一塊好不好 這個理念其實可以推廣出去 而且這個又是比較高成本的商品 這樣 過於我吧 這樣 價值溝通 因為如果說我們的那個TA的層面很少 就是那個price sensitive的 都是對這個環境 是他有他的這個責任感的 他覺得說他想要對環境做一點付出 你怎麼樣做inventile friendly 這很重要 再來就是說 他覺得他是過敏族群 他覺得他願意pay more 去拿到這個存服 天然的一個洗墓用品 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他是支持台灣的 他就是台灣的DNA 他願意支持的 所以倒是我要帶一個問題出來 就是說 線上一定有很多小農民說 他問那個我們那個四甲兄說 怎麼樣你才能投資我 因為這一點大家都問我說 他為什麼投資你為什麼 我說那我們要問Jab 然後他們問我說 那政委為什麼那麼支持 我們這樣走出國際什麼 我想政委支持每一家企業 只是說你有什麼是剛好 他在這個執行的理念的時候 你們剛好是match的 我覺得這個是線上很多人 他們在台中華麗他們想要聽的 他們怎麼會得到你們的投資跟你們的協助 這樣子 我分享一下我的感覺 其實那個社會企業跟一般企業也是一樣 並不是所有的企業都一定要走這種 這個規模和爆發的路線 有一些其實也是適合比較小的存在 所以還是要回到商業模式 那這個LUCES的產品 我自己有被打動是因為 就是有一支叫做那個安眠精肉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睡不好 沒錯 我問三個人恐怕有一個有這個問題 後來我就包括我自己太太也是 她這樣壓力大睡不好 我就給她一吐 結果我想要跟她聊天的時候就睡著了 第二天她起來說這個有效 然後其實還有另外一支精油 適不適合這樣 你不太適合這樣 現在又一昌半 可能要那個氛情標示 那支精油是有其他功效的 後來她有時候睡覺的時候 她就會特別看一下 我是給她塗安眠精油還是 所以我覺得我想要講的意思是說 還是回到說這個產品真的 真的對於消費者對市場是有用有幫助的 所以這個還是要生產出有用的東西 自然大家會消費然後就會循環 所以這個很多產品的理念性很強 但市場性比較不舒服 那就認知自己的位置做這些事情 所以反正經商我覺得就跟社會社群一樣 只要用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來看 不管是做社會企業做一般企業做投資 都去了解整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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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能源大環境裡面的那些需求跟變化 這樣的話會對自己做的事情所在的位置 就不會這麼糾結 是 有些事情真的就是適合做裡面 有些就適合稍微高興一點 對 就是有小朋友就在問說 為什麼我們得到這邊這麼多的支持 他們怎麼樣才可以得到這麼多的支持 OK 其實我是像每個禮拜三 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我都在這邊 其實是來者不拒的 並沒有說一定就是特別要先認識我 是直接先來這邊再認識我也可以 那就像這個場地在一樓班活動 其實只要你講得出哪一項永續發展目標 是你投入的 其實也都可以免費的來使用這邊的場地 因為這本來就是大家共創的一個場地 所以我想它並沒有一個什麼門檻 唯一的門檻可能就是你不怕讓大家知道 你在做什麼題目 其實台灣有一些就是朋友們做得非常創新做得非常好 可是好像都是要做到95分以上才敢讓大家知道 這可能是一種社會的性格 可是其實我常常講一句話就是說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如果你做到99.5分 人家除了給你拍照之外 大概也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可以做 可是如果你很大方說 我現在只做到5分 還有95分要做 反而大家都是像石頭湯一樣願意來幫你忙 所以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不要有那個面子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共同面對的這些環境的社會的這些挑戰 經濟的挑戰都是非常這個嚴峻的 就是不是說任何單一的人可以解決的 所以你不能做到95分 本來就是這樣 誰也不能做到95分 所以不怕丟臉 然後一下子就過來 先在社群裡面混一下 讓大家知道說你在注重哪幾個目標 那其實我們的各部會其實也就像是NPO一樣 就是每個都有年度想達成的事情 那只要讓他們覺得說你做得可以比他好一點點 那納稅人的錢當然透過你可以放大 那他的社會或環境或經濟效益 那這樣當然各個部會的朋友就會很願意來支援 那這樣普通園就一次扣合了三四個部會 包含圓明慧等等想做的事情 那我剛才聽到說原來他們跟這個人口政策也有關係 我們現在可以做得不可能 大概先回答到這裡 OK 好棒 那每週三 我們的唐鳳堂政委都在社會創新實驗中期 很開放式的等著大家一起來對談 所以有一個人有問題是不是 那還有不要去談還有沒有 有沒有人 我們要提問的 我 來請 我想要詢問天使投資人的那個龐世佳先生 我們的問題是想要請問那個 那個國內跟國外的企業投資社創的原因會有什麼不同 原因是我們福通園在台灣可以成功一定會有很多企業來幫忙 那福通園走出國際的時候 那國際看福通園會用什麼角度來看 為什麼國際的企業會想要投資福通園 那我想要問的是福通園走入國際的時候 那國內的企業看福通園跟國際的企業看福通園 他們想要投資想要看到的觀點或是切入的角度點會有什麼不同 謝謝 我覺得其實投資越來越全球化 越來越全球化 那我覺得台灣的國內投資的問題比較是 這些企業它能不能夠有一個規模走出去或影響力走出去 所以我個人一直都是比較抱歉的 我特別關注有走到國際能力的小公司 至少從第一天就要有這個願望跟理想要求做的 那在這個基礎底下其實台灣適合某一些企業的成長 與中國大陸當然是另外一個對比的例子 市場非常大資金很多 但是有一些品種其實並不見得適合在這樣的大市場裡成長 因為有一群好的消費者去支持一種類型的公司 其實是一個公司起步很重要的原因 就像為什麼法國是這些時尚品牌 然後每個地方日本又是日本的這種特別的創新 當然互聯網這個又有點不同 互聯網我們經常看投資可能互聯網很熱 但其實互聯網只是占投資的一小部分 非常多其他類型的投資都在進行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如果對比台灣跟海灣 其實像社會企業這應該是一個全球性的建設 所以上次去加拿大才得到這麼多的一個關注 特別社會企業圈我覺得好像是一個 國際新的一種社群 大家也很開放 然後我們在印度做了什麼 我們在哪裡做了什麼 所以這個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力量 可能也是做跨境投資的 這個當然我剛才講出現在是一個烏鴉期 我們觀察一下這個資本跟全球化的動物 社會企業的現象會不會發生一個連結 那所以資本基本上還是要看市場發展的 所以所做的題目是不是能夠解決更大程度的一個問題 這個當然你的格局跟認知越大 你會得到的圈子跟資源這個規模也會越大 那資金可能辦理的作用也會更多 所以我覺得倒沒有一個太明顯的一個差別 然後真的要對台灣這一塊要有信心 因為台灣的社會創新這一塊 雖然這個面積不大 但是很有想法的人 然後可以實驗的地方非常多 關鍵我覺得下一步可能就是多來這 多聊來互相串聯 對 怎麼樣發展 比如說帶去國際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可以一起拿過個機票 打群加上 我相信這個會有很好的一個效果 是 他剛才有問一個就是說 國際投資人跟國內投資人看我們什麼不一樣 你現在是算國際還是算國內 我是國內裝的國際 對 我覺得台灣真的是因為國際化比較弱 那這個 目前 我覺得有一些這種跨境生意的基金跟公司 這兩個我覺得特別多 我們看到很多不管是基金或者是 特別多 那這些公司可能在台灣起步 但是能夠往外走 那這個多了以後 我相信會慢慢看到這一塊的 一些商業價值 但關鍵一定是視野一定要看國際 要往大陸的市場去走 好的 那今天只剩下兩分鐘的時間 那我們等等做一個結語 對於社會創新永續發展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請稍微談者 針對這八句八個字 下一題再定義會結語 社會創新永續發展 好 其實我們每年都會辦這個社企的亞太高峰會 今年五月是在台中 明年在高雄 那在台中的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個叫幸運小鐵魚的一家這個社企 它就是解決缺鐵問題 他們做了一個鐵魚的一個形狀 放在鍋子裡面慢慢讓它釋出鐵 就可以解決這個缺鐵的問題 那這件事情其實他們是透過非常多的跟第一線利害關係人討論 甚至到印度還要變成是要用樹葉不能用魚 等等的這種情況 因地質疑 那當時我就它分享完之後 我有講一個類似總結吧 就是說如果它一開始想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全球性的問題 缺鐵是全球性的問題 這樣它能夠動用的資源就是全球性的資源 它如果想要解決只是一地的一個小地方的問題 它能動用就只有那個小地方的資源 所以你解決的問題越大 你能夠動用的資源越多 這個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 謝謝 好 我覺得簡單講就是 能有趣的就是好生意 所以大家可以多考慮一些 可能比較長情 但有趣會持續發生的問題 這也值得做的比較長期也會比較穩定 我是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全世界太多的那種過敏族群 然後我很想就是協助他們 找到一些搜尋族群 不要讓自己身上過敏 其實那種痛苦 我只有新生經驗人才知道 那這就是散播在全世界各地的地方 我們可以幫助就是我們要服務的對象 所以這個就是剛剛看完了這位你們談到的 你知道解決的問題有多大 時間就有多大 好的 那今天30分鐘的時間非常的快速 我們已經到了1點半了 那我們也謝謝在場的來賓們你們的參與 那更感謝三位來賓的旅館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此結束 謝謝你們 謝謝 你們會不會跟他這麼有照 要不要往這邊看